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股市小伙伴,那这盘还是很强啦 反正放空的很多嘛 大家也害怕,所以 就边拉边洗 就我告诉各位的,选举行情财富从分配 说真的啦,你说有很强也不会啦 台北股市还是很落后啊 昨天美国股市,你看那个Dow Jones 哇,Dow Jones涨到年线 对不对 上个礼拜我还在说 日本股市站上年线,现在连道琼都站上年线 都来 都来攻年线 还没有说站上,就是攻年线 这条咖啡色的 对不对 都来攻年线,那日本股市呢 很抱歉,人家早就站上年线 日元贬值不是很厉害吗 对不对 为什么日元贬值 日本股市还大涨 还大涨 有没有 在几百点吧 现在是29222 如果说再来 今年最高,日股今年最高 30795 再1000点 大概1000多点 日本股市就要创高了 对不对 道琼也不妨多让 道琼 也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 这个 一两千点 这个整个一个空头就扭转 整个空头就扭转 所以为什么说真的啦 这一波 股市的下修 那当然有很多的因素 那第一个 战争 俄乌的战争 你说俄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我个人是认为啦 有可能 美国的 其中选举完 应该是会 有停战的机会 为什么 拜登现在不能停 拜登现在停他选举 对他不利 对不对 人家会认为说 你就是诺诺 对不对 阿富汗 被打的 撤退的灰头土脸 然后 俄乌 对不对 你到现在 也没有很大的成果 是不是 虽然说 跟你讲 应该乌克兰也不太想打啦 俄罗斯也不太想打 他们也都想停啦 但是美国现在不能 不让他们停 台海呢 对不对 本来 裴洛西 拜登是叫裴洛西不要来 但是为了选举 裴洛西就硬要来 对不对 那没办法 如果裴洛西不来 对民主党的选举也没有帮助 裴洛西来就倒霉台湾嘛 就倒霉台湾了 所以 政府为什么要互盘 就是这样 其实 讲难听一点啦 我说实在的 有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政府互盘 对不对 这一波的下跌 我都认为是多跌的 你看现在才 把多跌的涨回去而已 他就拉个台积电而已 430拉到500 现在27 是不是 是不是 今天呢 宝宝18说 台积电力多出来了 三奈米九月量产 三星串哀弹 为什么那时候一堆人 四百多块 在唱出来台积电 所以真的 股市 真的 他是很迷人 但是股市的操作 也是很困难 为什么 你要懂产业 甚至你要懂一些经济的东西 对不对 那当然最困难的就是筹码面 跟产业面 常常真的 到了现在 很多的产业 你说电子业 不要说半导体 不要说半导体 你就连鸿海那个组装 鸿海那个组装都很困难 所以你不要小看说 老师那个鸿海不是就是毛三道四吗 他就组装长而已吗 没什么 没有什么技术 你最好是这样 对不对 你看为什么那个什么 Apple Watch 什么 哪一家做不出来 对不对 后来不是丢给 丢给富士康做 所以不要这样 不要以为说现在真的 现在这个 到了21世纪 你看晶元 对不对 晶片越来越小 所有的东西越来越小 3C产品越来越小 但是功率 功能又要更强大的时候 那个制作真的是越来越困难 所以你真的要找 最好的公司 对不对 那当然你说 最保守的人我就是劝你买台积电 430现在是530 对不对 你说 联发哥跌那么深的 这也算安全 这个也还没涨完 对不对 2379我也觉得 这个也是真的委屈 这个都算是安全 都还会在涨 而且这个2379对于未来 这网通的霸主 他绝对还是很好 你说联发哥到了 比如说联发哥 涨到一定的点位 我觉得就要卖 但是我觉得 瑞玉是 进可攻退这时候 就是 你如果保守 对不对 瑞玉是不错 但是长线我都非常看好 对不对 你看2308台达电都可以长成这样 台达电本益比几倍 台达电是好公司啊 但是本益比很高的吧 对不对 这个本益比不输IC设计 26倍 2379 瑞玉本益比几倍 九倍 哇 这个 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 是不是 所以 股市是这样啦 每个人看法不同 但是 你一定要做对方向 你一定要做对产业 就像昨天 航运古代跌 我说今天理论上是要涨 对不对 我说昨天你看那个万海 线这么丑 线这么丑 有没有 线这么丑 昨天的线很丑 昨天的线很丑 这个破底的线 是不是 应该很多人就停损吧 看到破底又停损 但是我昨天要特别说 他应该要拉跟红K 今天是有跟小红K 所以明天 只许攻啦 以这样的K线形态 就只许攻啦 明天的红银股就是你要往上攻的 2609 对不对 有点小墓碑线 小墓碑线 这样子你也是要攻 我昨天说这边的支撑比较强 所以 你说看K线 看价量 做了20年 看了那么多 几万 好几 好几十万 K 总K线 我们的感觉其实 八九不离十啦 但是你说 合一这种K线 这种就是 拍神 生济谷你看 看什么线 有人跟你讲看什么线 那都是唬烂的 某人跟来讲都是唬烂的 对不对 这么好看就好 生济谷就是 大部分就是跟着 筹码跟消息面在走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而已 没办法 现实就是 他要等待 他要等待 那 当然 市场上的资金 对不对 你看到现实的资金 就是比较少 只有两千多亿 两千一百亿的量 当然有人不愿意等 不愿意等就卖掉 我也常说你不愿意等你就卖 对不对 但是你愿意等就留下来 当然我的会员 我有会员处理的方法 是不是 就像前阵子有些会员说 他想要 对不对 他觉得这样子 有点浪费他的时间 他想要拨一些资金出来 都OK啊 对不对 买创业第2买创业第3 那创业第3 今天又大涨 是不是 人是这样的 都互相 我常讲 对不对 我绝对是站在 跟我会员同一 同一阵线 会员好我才会好 你说何以苦不苦 绝对苦啊 全中华民国最苦的人 的分析师 绝对是我 因为 这就是 很多的因素嘛 你说 讲难听点 大陆的药症拖那么久 有什么办法 其实很多东西 对不对 我们是不方便讲 但是说实在 他是 他是真的委屈 我又不是蔡英伟 如果我是蔡英伟 我也不会为了选举 把 对不对 两岸关系搞成这样 对不对 我觉得两岸 就是 和平嘛 就不要吵嘛 有什么好吵 是不是这样子 本来台湾就是 很多都是做大陆的生意啊 这很正常啊 对不对 台湾也很多人到大陆去 大陆也有人 嫁到台湾来 是不是 就维持现状就好了 就两岸和平 和睦相处就好了 对不对 你美国 好啦 那你要来管 那你最好派军队过来 你又不敢 对不对 我讲南天 那你美国你就派 对不对 派个大军过来嘛 派几艘航空母舰 住在 基隆港跟高雄港 你又不敢 所以 有时候想想 真的台湾人是蛮可怜的 就是为了政治 搞到台湾似不像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是 对政治比较 冷感 但是因为 你说 对不对 合一的大陆要政 跟大陆 跟政治有没有一点关系 也是有一点关系 你看 很多食品股 对不对 很多食品也是被禁 石潘鱼也是被禁 那没办法 但是你说他 东西好不好 绝对是好 那我就讲说 两个礼拜前 大概两个礼拜前 我一个朋友 对不对 他也有投资 他也有买合一 他也说他的 他亲身的 介绍人家去用合一 欧文101的药 也真的药效真的很好 对不对 没办法 就等待一下 所以你说真的 股票是这样 当 尤其生计股 当他还在整理的时候 你真的会很辛苦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 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 对不对 就像你说今天 6617共性 好像就拿到大陆要政 对不对 新闻是这样说 457块 真的好迷人 你看那时候 50几块 很多人 卖在50几块 现在457块 差几倍 差9倍 你卖在50块 你会不会想哭 绝对哭啊 你看到现在457块 就要药药一样 对不对 现在 随便也五六百块 是不是 那时候看到全额交隔股 害怕的 杀低的 你杀在80块 杀在90块 你会不会想哭 绝对哭啦 所以就是这样 股票 生计股 他不跟大盘走 他也不 不照着技术面走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技术面 对不对 那时候 不是有人信誓旦旦嘛 对不对 这边说 空头吞噬 信誓旦旦旦 对啦 当你没有看到后面这一段的时候 你会相信那个人 空头吞噬线 400块 跌到200块 这个完蛋 股票这么简单看 股票这么简单看 大家都好赢了 对不对 现在 六百多块 五六百块 我也跟你讲过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 今年就靠药华药 翻身 至少是上亿以上 至少是上亿以上 他家不是有钱 他就很敢拼 这年轻人我见过他一次 很客气 非常非常的客气 非常有礼貌 有点吃饭 看到我们也都是 对不对 也都是打招呼 很客气 所以人是这样 很多领便当的 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不对 连个名字都没有 反正 他们就是领便当 说真的 你要去造谣 你要干嘛 说真的 不是不想管 没有那个 American time 那何一真的 达到我们的目标了 是不是 讲难听一点 说真的 有些造谣的 对不对 我们当然也是要处理 也是要处理 因为有些 真的太可恶了 就像说 我常讲 没有 没有事实 没有根据 就是不要造谣 对不对 你要放空 你要做多 都OK 我们都尊重 你放空被嘎了 现在很多股票 放空被嘎了 会令到的事情 对不对 很多股票放空被嘎 那会令到的事情 你要放空吗 是不是 那放空绝对啦 绝对是比做多的压力大 还有时间的压力 还要你还要补钱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做做 讲南天你说做多 那就套嘛 就忍耐嘛 但是他不行了吗 没机会了吗 不会啊 对不对 对不对 6617 一年多以前 谁会知道他现在 457 药华药 一年多以前 谁知道现在600块 如果早知道 每个都把房子卖掉去买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新药股 你玩新药股就是这样 他就是 波动很大 但是你 选一个 OK 他的产品还不错的公司 真的是还不错的公司 那就等待他开花结果 当然我也说啦 这是你说 合一 要怎么操作 或者有最新的 正确的资讯 我是不会公开的啦 这点我是很抱歉 我也没有必要 对不对 就像说 很多会员 有些资金比较少的 人家也是 还蛮挺的 也来续约 对不对 当然很感动 其实大家都 我们都是站在同一阵线 就像说最近不动 对不对 我就说最近不动 还有些人在问 那你就买一些 慢一些 换其他的股票 对不对 你说我把我借零也不错啦 是不是 七十几块都 昨天八十九块六 快九十 他过一阵可能就一百了吧 一百多了吧 是不是 然后你说这个 这个是还没有动的 但是这个 动起来是会很凶 这个呢 已经涨到这边了 今天涨到这边了 我告诉各位的时候是在底部 是在底部 今天涨到这边 今天涨到这边 你可以卖掉啊 对不对 你们有买的 我的会员你们有买的 你可以卖啊 然后 再把合影买回来 OK啦 等于现在涨那么多了 但是他也没结束 所以其实 股票是这样啦 我常讲 不动的时候真的 虽然合影你不动 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我也是 只能 等待 当然是煎熬 但是 你说我看外他吗 你说我对他没信心吗 没有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是不是 那只不过 现实就是 比较辛苦 但是 该他要动的时候 我觉得啦 应该也会很凶 应该也会很凶 那当然这次 你说两岸的 关系这样 比较不好 对中国大陆要政 可能会有一些 拖延 或者有一些影响 这东西我们都要去考量进去 所以真的 操作股票是这样 真的天时地利人和 就让他 真的很多东西都准备好了 为什么大陆要拖 当然里面有很多 很多因素啦 没办法 就是我也不是习近平 但是 终究啦 我们是相信说 他的产品真的还不错 对不对 就要说你如果过了台湾的健保 我相信这个 营收在台湾的营收会 会更好一点 因为 真的嘛 他的药真的还不错啦 你说连糖尿病 DFU那种 那种什么 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伤口都能够治疗 真的是不简单 对不对 真的 你看到 那种DFU的伤口 我看了真的很可怕 所以 这边不要追高杀低啦 那欢迎你 有兴趣的 一起来打拼 那 航运股 我是觉得 反弹 该卖的时候 还是要卖 明天这一定要攻啦 明天这一定要攻 但是你说景气 对不对 不会像去年那么好的嘛 你看那个 星际日报最近都在讲利空啊 那今天的 头条 半导体景气 十年最惨 对不对 你说 现在景气没有像过去 去年那么好 你说 运价还会在大涨 那有可能的事 对不对 连连电那些都会被砍 最上游的IC设计都会被砍单了 对不对 你下游运输的 你不会被砍嘛 所以 为什么我还是告诉你 景气循环股 是景气循环股 操作就是这样 卖在 获利最好的时候 买在获利最差的时候 对不对 就像说有达 是不是 卖在获利最好的时候 现在呢 亏损 同装上说 很惨很惨 无薪价 对不对 至少你买还会 最近有达 弹得还蛮强的 但是当然 你现在 这种你也不用去买 有的 你蹭反弹就是 少赔一点卖掉 因为毕竟 面板的景气也没那么好 那你说他们当然有新的运用 但是这个 获利 你要如何 对不对 会像过去那么好吗 也没看到 你看他第2季就亏损 第2季还是亏损 他当然有做车用的部分 但是你看 还是亏损 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 没有 为什么去年 对不对 我一直告诉你 我说 连我在捷运上面 都听到 一些年轻的人 年轻的女孩子 在我后面讲电话 讲到群状 脆到褂瘦 对吧 群状我 好后悔 没有买很多 当我听到 这个 市场上 一堆散户 一堆小白 都在讲面板的时候 那我死的嘛 对不对 你的老师就是这样嘛 航运股也是一样嘛 为什么这边一堆老师 在这边买 现在都不讲 那边那时候天天 每个都钢铁航运是主流 对了 主到后面都被主 这个回不去的东西 你要买回得去的股票 好不好 那 这盘就这样 紧紧涨边拉边洗 合一是调皮了一点 但是他没结束 有合一相关的问题 都欢迎你 加入我的行列 也祝各位超胜利壮大钱 明天再会 拜拜 本头雇公司 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